本地一项最新调查显示 国人愿意辅助承担社会责任 并付出努力的弱势群体提供支持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马上高也表示 社会必须支持低收入家庭自力更生以改善生活 共同构建强有力的社会契约 马上高部长出席关爱新加坡支援网络活动时表示 我们必须正视弱势群体 为改善自身情况所做的努力 并与他们携手合作 实现他们自力更生的愿望 超过120名关爱新加坡联系网成员 义工和社工也在对话会上分享了 帮助弱势家庭自力更生的各种建议 去年轻人的建议 帮助强势群体